梦会成真 梦会成真 陈美娥 汉唐乐府的创办人 十九岁与南管卸钩之后 结下一世情缘 一个只念到小学三年级的草根弱女子 从此走进了高谷文学的殿堂 二十多年来 汉唐古乐享誉国际 阻击遍及世界各国的顶级舞台和高等学府 一再地惊艳中外 但是 在历经二十多年的努力 终于成功地将中国汉唐乐舞文化 推向国际舞台中心的时候 陈美娥却一度想要亲手埋葬 这得来不易的成绩 直到陈琴之后 汉唐风云再起 2003年在美国林肯中心户外艺术节的演出 配评选列入全美年度风云榜最佳舞作 而创办人陈美娥更在2005年的时候 得到亚洲最杰出艺人金奖这样的殊荣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黄秦文 欢迎收看今天的点灯 在国际艺术界 汉唐乐府是一个惊奇 而创造这个惊奇的陈美娥 其实本身更是一个传奇的故事 尤其是为什么能够在画上了休止符之后 又以惊叹号来堂堂登场 今天点灯节目就为您邀请到了汉唐乐府的创办人 陈美娥老师 老师您好 欢迎 请问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老师我想中外的艺文界对于老师 还有汉唐乐府是绝不陌生 但是对于老师那一段 快智人口的南管情势 大家都是一直津津乐道 老师是不是先跟我们谈谈 19岁那年龄跟南管结缘的经过 当时的时空背景以及姻缘巧合 我在16岁的时候 就从事广播节目的学习 所以到18岁就自编自导 自弹自唱台湾民谣 那个节目我主持了有七年之久 那么就在19岁那一年 我接到一封听众的来信 她说陈美娥小姐 听您唱这些传统的戏曲 歌谣可是就没听过你唱南管 老师那时候对于南管熟悉吗 我可能听都没听过 听都没听过 我不知道南管是何方神圣 我还以为它是一种乐器 一个管乐 后来我向一些前辈请教 他们才说南管是一个古老的乐种 但是已经四位没落了 那就保存在一些寺庙的庙箱里 一些老人在传唱着 所以我才去做采访 去做 请你不了解 对 不过老师我们知道很多 不管是节目的主持人也好 或者是一般的 你说像广播节目 电视节目的制作人也好 通常遇到这样子观众的来信 听众的来信 可能大概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问题 做个回复就罢了 老师为什么会花那么多精神 要去探究那个答案 因为当时我是想学习一点南管 可以充实我的节目 因听众的要求 可以在节目中播唱 所以我学习它 那么初次第一次 听见南管的印象 可以说是改变我的整个的这个 艺术生涯的一个起点 因为第一次听到南管 觉得它好苍老 而且好遥远 很陌生 从来没有听到这么缓慢的节奏 也没有听过这么不全的音阶 所以我认为这个音乐 是应该是要被这个社会给淘汰的了 那么因为第一次的印象是如此 那么在临别的时候 一位老太太 她牵着我的手 她说小姐 希望你明天再来 今天晚上你听的南管 只是我们几个老人 有兴趣 但我们不是专家 请你明天再来 听听我们的老师 他们的演奏 他们的演唱 你一定会喜欢 盛情难缺 所以第二天 我再到的那个南管的社团 那么给我一个非常震撼的教育 同样的一首曲目 同样的乐器演奏 但是我发现 前一天听的是夏里巴人 是一个很熟很熟的 称不上音乐的音乐 但是第二天我听到的是养春白雪 如此的典雅 如此的庄严 所以南管给我的是一个震撼教育 也因此我除了学习 我对他还有一份敬重的心 老师我知道您非常勇敢 为了南管 您会在这个国际的学术界 跟您的好朋友 是知名的学者 来反目成仇 因为您对于南管的坚持跟热爱 对于属于中华民族 这样子的一个独特 独特性 您是不容许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领域的人 来误解 或者是曲解的 可是老师 当您站上国际舞台 面对那么多各个社会阶层的精英 戏剧界的这个学者 或者是文化界的这个 这个巨拨的时候 当他们质疑说 老师台湾并没有什么关于南管 非常完整的研究 而老师的学校教育所受的又有限的时候 老师会怎么样面对他们这种质疑 我的这种学术的训练背景几乎是零 因为我从小失学 那么在充实台湾民谣的那段时间 我的恩公聘请台南最好的 世俗汉学老师到家里来指导我 读这些经史典籍 那么因此也可以说 我正式的教育奇蒙 就是从古代史衔接下来的 那么就是一个非常清纯的一个脑海 一进入的就是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古代史 读的是世俗武经 那么所以对于一些很传统的 包括道德伦理 我觉得它是一个归稿 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遗产 所以当我在开始 从事南管音乐的研究探讨的时候 我几乎是进入古人的世界 最近这么多年来 汉唐乐佛在老师的带领之下 国内外有很多的一些巡回演出 那老师自己也著述 也论述等等 我知道在国外 很多的这个艺术界 包括一般的普罗大众 对于汉唐乐佛 都会一再地感觉到被惊艳 老师我知道甚至有一些国外的观众 在看汉唐乐佛的表演的时候 他们连咳都不敢轻咳一下 他们说觉得这样子会冒犯了 在台上这么专注 这么优美的舞者 老师跟我们交换一下 您在国外演出的时候 您觉得把汉唐乐舞 带到国际的那种感受 您实际接触的经验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在汉唐还是音乐的时代 那么我们都是在欧洲 在美国这些高级院校巡回 那么让我印象最深刻是在德国 那么德国的海德堡大学 那么我们到了海德堡大学 他们的这个音乐系主任 为我们安排在他们的市政音乐厅 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厅 让汉唐乐佛来做音乐会的表演 那么当我们演出结束的时候 我们谢幕了五次 观众全体站起来 大概有一千名的观众 走廊上都还站满了一些观众 那么应该 可以容纳一千人的这个音乐厅 那个晚上大概有一千四百人 全体起立鼓掌 整整有十分钟之久 那么结束后 我们在茶会上 那个主持教授 非常激动地握住我的手 他说 陈团长我要跟你说抱歉 我发现我们德国人 对于中国文化真的太无知了 尤其像我从事音乐学习研究的 这么样的一个学者 竟然对于中国音乐如此的无知 他都觉得惭愧 因为在我们去之前 他对于汉唐乐佛的认知 他想就是一般国乐端 或者是一般的民间音乐的团队 所以他完全不抱任何期待 而且他有一种优越感的作势 他觉得 他认为 或许大家也都这么认为 德国人是世界上 在音乐文化这一环 是最得意的一个民族 一些重要的这些大音乐家 几乎都是德国人 那么他们对于中国的理解 他觉得你们会胜过日本吗 你们会强过印度吗 而且中国是大家都已经知道 经过这个近代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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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时代的变迁 他是残破的 他还在复原中 所以这个时候 有可能听到什么了不起的音乐 什么别致的古典音乐 他完全不抱希望 但是当那个晚上 他跟所有的听众一样 他感动 他赞叹 所以 这是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启示 也是给我一个最大的鼓励 我也记得我在看您的资料的时候 我最喜欢您讲的一句话 您说您希望有一天难管 不只获得通俗阶级的赞美 更要赢得知识阶级的尊重 可是今天跟老师这样面对面来谈 看到老师对于古典艺术的一个热爱 还有对自己信仰的一个坚持 一个年轻的女孩 面对国内资源那么匮乏 面对学术界对于难管的不认识 甚至存在先天的一个旗舰 您要推展这样的艺术 除了您个人的坚持外 还需要一个经营上的一个支柱 汉唐在成立以来 有面对过经营上的危机吗 您怎么样让他继续走下去 因为开门见山 您可能面对的就是现实的问题 汉唐岳父 从1983年创团开始 我面临的一直就是如何维持的问题 但是在那个开创之初 因为是一个比较单纯的形式 纯音乐的形态 那么加上因为我自己 有很多的心力是放在研究 那么这个团队的维持呢 基本上是精神很专业 但是形态还是业余 那么当初是哥哥守俊 他对我的支持 因为我们兄弟姐妹 从小就分散 我一直到17岁 因为我的深深的母亲往生 我回家奔上才第一次 跟我八个姐姐哥哥见面 才相逢 那么我排行四哥的守俊哥哥 他对我就非常的支持 那么因为当初我在广播电台 生活也算都安定 有老恩公的照料 那么哥哥他发展他自己的事业 那么一直到了我的老恩公往生 一直到我决心要走入难关的路 我才请索俊哥哥帮忙 我说我要辞掉广播电台的工作 我要专心一意地专严难关 他会没有问你为什么 因为当时难关并不是一个被大家很看好的 是 他可能会担心妹妹这样一头栽进去 未来的幸福呢 还有生活的保障呢 是 他问我 他说 你为什么 我说 我爱难关 我爱难关不只是一个热情 因为我发现难关 它很有深度 但是我们都不知其所以然 因为从难关还保存在民间的现象 无论是它的典章 制度 它的风俗 它的习惯 还有它音乐本身的这种深奥 这种深层 还有它这种历史的模糊 没有人 没有一个前辈 没有一个学者 可以到处难管音乐 老有多老 好有多好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去探索的 那么哥哥当初是一个 算是一个年轻人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社会历练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我想他是基于爱妹妹的这样的一个情绪 显动于水的情感 对 所以他想如果有兴趣就帮助他吧 所以他答应了 那么因此我才一头再进了难关 那我就开始在东南亚 在台湾就开始做田野调查 那么这一路都是哥哥的扶持 那么一直到了1983年 我说要成立汉唐岳父 他问我为什么 我说1982年台湾的南馆第一次访问欧洲 那么因为受到了欧洲观众的喜爱 尤其是欧洲汉学界的重视 那么在临别时候的一场座谈会 我觉得民族尊严受到了挫折 那么哥哥听了我这一番话 他也深受感动 他说好 我支持你 因此我在台北成立了汉唐岳父 那么在那个开端 因为是用业余的形态 所以我团并没有养团员 但是我义务指导这些大专院校的 音乐系的学生 那么他们回馈给汉唐的 就是每年跟随着我 到欧洲到美国大学交流访问 那么就是让我带着南馆音乐 我自己研究的这个理论 那么带着这样子的一个乐团 就是我唱给你听 我演奏给你听 不足我说给你听 所以这一路来 每次的出国访问 当然除了部分有教育部的 一个很微薄的资源 最大的赞助者 就是我的守俊哥哥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如果认识陈老师的话 因为刚才您所谈到的 哥哥陈守俊先生 已经过世了 那段时间对老师的打击真的很大 因为他不仅是您最大的精神支助者 同时在财力方面 也给老师提供援助 让老师的理想 能够继续的在台湾社会 跟国际社会能够流传 老师不好意思 要让您回忆这段 比较伤感的往事 所以在陈先生过世之后 老师一度要把汉唐岳父 把他输入高阁 让大家就留下这样的 一探的一个据点 那么当时很多人都认为 说汉唐成前了 老师要跟人群隔绝了 可是后来老师又出来了 又带着汉唐回到我们的社会 还有回到国际舞台上 老师那段心境的转折 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当时最重要的哥哥离开了 您曾经一度也想 累了那么多年 可以休息一下了 什么样的力量 要把您带回到舞台上来 带回到学术界来 因为守信哥哥对于我来讲 他就像一个很严格的父亲 也是一个很严厉的老师 可是他是一个 最有情意的哥哥 还有很重要的 他是我的知音 从我开始投入南馆的学习 一直到他支持我成立汉唐乐服 一直到90年代 我转型成为南馆乐舞 那么哥哥一路地扶持 除了经济上的志愿 最重要就是精神上的支持 他几乎是我 他几乎是我精神的寄托所在 因为他对这个妹妹 是万般肯定 因为您走的是一条很孤独 甚至很多人都不懂 不认识不支持的路 因为这里边不单单 只是我的成绩 里边有更多 是哥哥的心意 那么当哥哥往生的那个时期 我真的是万念俱灰 因为我想并不是 意志个人意志的问题 也不是感情的问题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的失落 因为我觉得我失去了这个知音 所以我深刻的感觉 感受到古人这种碎琴 解之烟的这个故事 想起柏牙跟紫棋的故事 对 是的 老师在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想在电视机的那一端 可能有一些朋友 就像年轻时候的陈美娥一样 她学习 她喜爱 她信仰 一些可能不为她周边的朋友 或者是现在的文化市场所了解 所认知的一些目的 老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要给这样子一个 这个电视机前面 我们刚刚谈到这样的一个朋友们 什么样的一个分享跟鼓励 当他们觉得自己走得很孤独 走得很无力 或者是充满压力感的时候 她怎么样去坚持她自己信仰的喜好 或者是文化 信仰 我们从事艺术工作的人 他们都是情感都比一般人来得丰富 感觉也比一般人敏锐 那么台湾这种整个的社会生态 或者是我们的这种艺术教育的 这个环境 她好的一面来讲 她是充满活力的 她非常的生猛 或许是因为我们的风情是很自由的 那么所以无论是从事西方的艺术 或者是我们的传统艺术 我们都可以看到 大家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热情 我们的这种自由 活泼 奔放 都是好的 但是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能量分散 因为欠缺一个凝聚力 所以每个人可以在自己的领域 发挥自己的理想 发挥自己的热情 但是由于缺少客观 主观这种资源的这种整合 那么因此我们常常都会觉得热情有余 但是成就不足 所以也很容易会有挫折感 那么因此以我个人的经验 如果我要奉劝这些艺术工作者呢 无力的一种劝告 就是要良力而为 可是老师你永远都在尽力而为 而且好像经常过度地使用你自己的能量 当学生这样问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他们 我会说除非你们也可以跟我一样 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而且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 整个团圆就是你的family 非常谢谢陈美恶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在老师的访谈当中 我就会听到老师对难管的爱 听到老师对于亲情的这样子的眷恋跟怀念 也听到老师对于民族乐舞这样子的一个坚持跟信仰 真的在我们现在所接触的很多文化或娱乐的讯息当中 老师给我们的讯息耳目一新 谢谢老师 谢谢 我不晓得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是不是跟我一样 感受到努力和坚持不懈 那么陈美恶老师他不仅证明了难管的可贵 更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我们期待汉唐风云再起 也期待下个星期和您再来点灯 以上节目由永灵教育慈善基金会独家赞助播出 永灵基金会与大家一起常怀感恩心 永灵基金会独家赞助播出